朗思年 朗思年 朗思年实在是太目中无人了 怎么了 是不是花神祭祀的主办权 又被他夺走了 还没有呢 不过 他是仗着那些商会的老人 还有宗祠的支持 摆明了就是跟我对着干 老爷这也难怪了 毕竟朗思年 做了会长那么多年 那些人肯定也得了他不少好处 笼络人心 可是他最擅长的手段 这么多年来 无论我再怎么努力 始终都被他压着 我不甘心呢 早晚有一天 我肯定要把他 从那个位子上拉下来 所以花神祭祀的事情 我是势在必得 老爷 我就想问一句 如此劳命伤财 来举办这次的盛会 值得吗 当然值得 你要知道 只要谁拥有了祭祀主办权 基本上就奠定了 他在昆阳烟织行业的龙头地位啊 那老爷 您打算怎么做 你你你你这就不知道了吧 月轩有个哥哥 脸呀被烧坏了 嗯 朗家呢 怕啊 这影响生意 就一直 滚在家里面 没让过面 帮我备份厚礼 明天我就亲自去一趟朗府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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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儿啊 对 就这儿 不过 朗少 你这风劲应该过去了吧 这山也上了 墙也爬了 你这屁股还被狗咬了 遭了这么多罪 差不多得了 就是因为遭了这么多罪 所以更不能放弃了 不是 你玩真的 你看我这像开玩笑吗 我就带你来看看 我跟你说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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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这个岛上 基本没人上去啊 也不知道是一上去 它是陆地还是泥潭 再 再说了 你看这天 马上就变 这一下雨呢 就更危险了 那万一 行行行行 那我们急急的 跟个娘们似的 你去不去 不去我自己去 哎哎哎 月轩 月轩你再考虑考虑 那危险 不是啊 太危险了 咱回去吧 咱掉头回去吧 这下雨了不是开玩笑的 月轩 你听我一句劝行不行啊 你 你这 干嘛干嘛干嘛 干嘛还脱衣服 你这这 这 月轩 闭嘴 月 月轩 我没开玩笑 你 你看见没 感受到没有 起风了 起风了都 不是不是 这这这俗话都说 这风是雨的头 这雨马上就来啊 这这这雨下起来 这这这倒 倒就真烟了 那水涨了 真不行啊 月轩 月轩 你听我去劝啊 月轩 这 大哥怎么还不来啊 老爷 怎么了 是老板来了 十几周 他怎么会在这个时候 突然登门的 人呢 这会儿在大厅里呢 我去看看 这儿交给你了 要是月轩还没有过来的话 就散了吧 走吧 娘 娘 大哥怎么还不来 都等大半天了 你大哥很久没和家人一起吃饭了 多等会儿吧 今天月明是主角啊 可是 都快下雨了 我也饿了 好了 走吧 太太 咱们再等一会儿吧 也许是因为太多人在这儿 他不想露面 你拿蛋糕到房里去给他单独请生 他会很开心的 好 我知道怎么做了 这才是我们朗家的好媳妇 这 这几节啊 你是不是骗我呀你 不是 我没骗你 就是这儿 你咱回吧 听我一句劝 哎 施老板今日亲临寒舍 不知吹的是什么风呢 老老板 您说这话就有些见外了吧 没事我还不能来跟您叙叙旧吗 只是施郎两家一直以来都是竞争关系 施老板素来和我朗某唱反调 我真的想不到咱们俩有何共同话题 俗话说啊 冤家遗解不遗解 咱们两个人呢 老是在外人面前闹得不可开交的 只会让别人看笑话 冷兄啊 不如这样吧 咱们以后啊 不要再这么剑拔弩张啊 平和些相处 您觉得如何呢 那依施老弟之见 如何个和平法 我想跟您商量商量 有关于这花神祭祀的事情 施老弟 老某人一向有个原则 在家里从不谈伤势 要是施老板为此事而来 请到商会在意吧 好好好 不谈伤势 不谈伤势 我听说了前一阵子 你这朗府有喜事啊 不知道可有此事 师兄从何得知 朗老爷 这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您别再否认了 朗家大少爷 澄清这么大的事 怎么也不通知我施某人一生 那真是的 全子成亲不想张扬 只请了几位至亲 更何况 咱们俩的关系 还没好到 要请你喝喜酒的份上吧 朗老爷 您说这话可就不对了 说起来咱们施郎两家 多少也有些渊源吧 当年我要是没得到您的资助 你说 又怎么可能会有我施济周 今天这样的成就呢 我朗四年 岂会与你狼狈为鉴 朗老爷 别再这么自恃清高了 当年那件事情 咱们两家的命运 可是早就已经绑在一块了 你又如何解脱呢 你又如何解脱呢 那是又如何解脱呢 修学习 你越来越修工 你越来越工 我去望你 我到达过我们的 神经理 工学习 施老板要是把话说完了 就请回吧 施老板 老老爷 好歹也让我把这杯水 给喝完了吧 月轩 咱们回吧 月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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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傻呀 你跑到湖里头捉鱼 多危险啊 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怎么跟爹娘交代呢 别担心啊 我命硬 不会那么容易出事的 行了 你小子到现在还嘴硬 施地文都告诉我了 他跟你说什么了 他说你跑到湖里头去捉鱼 还想采点莲子来给我过生日 你也不问我喜不喜欢 我要真是喜欢 也用不着你亲自去捉吧 你让下人去做就好了 现在 你害得人家海棠也下水去救你 月轩 月轩 来 抓住我 拉上海棠 海棠 拉上回来海棠 你是不是疯了 你知不知道这里很危险啊 你怎么来了 我给你找到你要的莲棚了 这里面就是你要的莲子 这不是我要的莲子 它没有芯 它有芯 它在里面呢 只是你现在看不见 不行我给你打开 它没有 老月轩 老月轩 你还要干什么 我要把这狐狸所有的莲藕 都给你挖出来 然后把它运回去 住在你家院子里 等到花落的时候 你一伸手就可以摘到 不要 我不要 你根本不知道我要的是什么 我把你让我做的事情 全都做完了 你还不肯原谅我吗 我为什么要原谅你 海棠 我一直在忏悔 我很后悔 你知道吗 人难免会犯错 但是有些错 需要你用一辈子去忏悔 老月轩 你为什么要骗我 你为什么要骗我呢 这里没有我要的东西 不要再找了 海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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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那个 海棠热心肠嘛 谁遇到危险的话 他都 都会出手相救的 这倒是 要是没有海棠 我现在就像浑浑顿顿 生活在梦里面一样 根本就无法醒来 你是不知道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他的笑容就像一团阳光 让我一直想靠近他 所以 这一辈子我真的无法失去他 好了 不在这儿跟你扯皮了 看到你没事 我就放心了 那我先走了 哎 你为什么要躲着我 你为什么要躲着我 我劝你要懂得珍惜 到深渊汉学校读书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要没有我们朗家担保 像你这样的穷小子 是根本走不进这里的 你们朗家就只会使坏 还有什么招 请使出来吧 我不怕 真不愧是姐弟俩 嘴硬心更硬 明明贪慕富贵 却还要装出一副 清高和无奈的样子 我告诉你 你可别含血喷人 你们朗家才是最虚伪的吧 明明是你二哥 来我们家提亲 怎么成亲的时候 变成你大哥了 你们朗家到底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秘密 而且 为什么不肯放我姐回家 你姐明明是造把星 赖在我们朗家不肯离开 还要装成一副委屈的样子 让月轩哥哥去湖里 给他采什么脸藕 害得他又淋雨又发烧 我告诉你 月轩哥哥要是有什么 三长两短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你也要小心 我警告你 你可千万别惹我了 我真的不想动手打女人 你还要打人 你们家就没有好人 你别欺人太甚 大帅 这是上次卖掉那批军火的 所有款项 都在这儿了 你说 这黄金它为什么这么好看呢 因为 它昂贵 因为啊 它可以让人为所欲为 大帅 华吉利说 希望和您长期合作 那这事还得从长计 不能急于一时 大帅 是老板求见 知道了 不过 叶猫子进宅 无事不来 这个诗济州 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这个时候来 看来此人 似乎是知道了些什么秘密 大帅 您看 我们要不要 胡闹 这昆阳城 只有施济周能和朗家抗衡 那杀了他 朗家岂不是一家独大了 有他的牵制 我们才能方便行事啊 施济周是把好刀 用好了 他不仅可以杀人 他还可以 明白吗 施老爷请用茶 好 施老板 蒙大帅 你 你这 施赢施赢了 来来来 你这是怎么了 你面色不佳 是不是染风寒了 上吐下泄 没什么大事 我也是着急上火啊 注意身体啊 您这 这什么难缠的事 让您如此费心 可否告之一二啊 不瞒你说 上次那 上次那批货啊 半道上被人截了 眼前带东西没了不说 还损失了我十几个兄弟 别提了 别提了 有这种事儿 这些人都什么来头啊 莫非是有人走漏了风声 施老板 你可是得到什么消息 说来听听 我 我喝得何能啊 怎么能够知道这些枪糊事吗 我只是想要帮大帅分忧解仇而已啊 那么一大笔钱就这么没了 你说 赚钱不就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吗 这事儿您就别放在心上了 不要紧的 来 施老板 您这是什么意思吗 大帅啊 现在这种乱世当道 还好有大帅镇守昆阳城 我们这些人才能够安居乐业啊 我这 不过就是为了表示一下 对死者的敬意而已 您务必要收下 收下 施老板 真是太客气了 那既然 是为了死去的弟兄们呢 这个钱 我就收下了 来 请 我这儿谢谢施老板 别客气了 请 施老板 在这儿昆阳的地劲儿 你也是个乐善好施的人 您家的施杭路 那也是有名的老字号 怎么 您还有什么烦心的事儿啊 大帅啊 乱世当道 人心浮动 如今的昆阳城 这些货运和销售 都面临着重大的考验呢 我施济周呢 不能够愧对祖上啊 我怎么能够让施杭路 就这样败落在我的手里呢 所以啊 施某有一事相求 还望大帅能够给我这个机会 施老板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啊 大帅 昆阳城一年一度的花神祭祀大会 眼看就要照开了 我呢 想要扩大这次盛会的规模 增加销售渠道 好拓展咱们昆阳城的知名度 好让外人都知道 咱们昆阳城传统的烟织行业 正在焕发出新的生机啊 这是好事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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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能帮得上什么忙呢 你也知道的 这往年这种盛会 都是朗家人一吃独大 旁人也插不进去啊 皇帝轮流坐 今年就到我家 这昆阳也不能是他朗家一手折天 是不是 不过 这事呢 还得看一看 商会和宗祠那帮老家伙的意思 如果 龙大帅 这个您放心 既然我施某人势在必得 我就少不了走动 只要龙大帅点头 万事俱备 那就行 这事 都在我身上 感谢龙大帅啊 没什么 没什么 来 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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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茶 都是兵家大丈夫 有毒 す rip 众 你干什么 秦秦 我就是路过这 路过 我告诉你 你是我大哥 八胎大教明媚正娶的妻子 在这个房间的 是你的小叔子 我的三哥 你想进这个房间之前 是不是应该找人通禀一下呀 你在这鬼鬼祟祟的 反倒让人觉得 你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清清 月轩的事情 我确实有责任 不过你也不要处处针对我呀 不管你信不信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要去伤害任何人 我警告你 月轩哥和月明哥 都是我最亲的人 我绝对不会允许你去伤害他们 我会一直看着你 你别想耍什么鬼把戏 给 医生说让你按时吃药你才会好得快 月轩哥哥 那个顾海棠 到底给你下了什么药啊 让你对他言听计从 这么为他拼命 不许在背后说你嫂子坏话 听见没有 你是不是病傻了呀 怎么反而帮着害你的人 教训求我来了 月轩哥哥 你根本就不了解 郭海棠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嫁进咱们家 摇身一变变成了大少奶奶 居然还不安分 摆出一副愁苦的样子 做给谁看啊 好像咱们朗家欠他什么似的 你千万不要被他骗了 指不定背后有什么坏主意呢 月轩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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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睡着了刚才 你刚才睡什么 你别装了 行了 行了 你好好休息吧 快点好起来 别让我担心 我告诉你啊 不要去打扰你嫂子 这样你哥会不高兴的 听见没有 休息你的吧 好 月轩 你别躲了 我都看到了 你害怕的不是这面镜子 而是害怕别人注视你的目光 可是我害怕面对你 你不要害怕 你不要害怕 你一直这么躲下去 会将你脸上那么一点小的伤疤 而放大成一个悲惨的人生的 你有没有想过 你一直这个样子 会让你爹和你娘 还有那些关心你 爱你的人们 感到特别失望的 你要学着面对大家 也面对你自己 好不好 好 月明 你不要害怕 你笑什么 你以为我在笑你的脸吗 我是觉得你脸上的伤疤 并没有达到不可治愈的地步 我早就不抱希望了 你不要这么悲观嘛 我觉得 我有可能 可以治愈你的脸 再让我看一下 会疼吗 会疼吗 有时候会 你愿意相信我吗 什么 你愿意相信我 再为你这一次脸吗 娘喂的药真甜 你又来了 都病成这个样子了 还不忘贫嘴 我是真心的 我都记不得我上次生病 是什么时候了 感觉好久没得到 娘的关怀了 你少来 从小到大 我对你的关怀还算少啊 你犯错 几箩筐 这么大的雨 跑到湖心岛 踩什么脸子 你看 现在吃苦头了吧 你看你看 娘没事 还说没事 怎么好端端的 踩什么脸子啊 没什么 就觉得好玩呗 真的只是因为好玩 真的是因为好玩 行了娘 你别操心这事了 你不是还从小告诉我吗 说男孩子 就应该做男孩子的事情 不出去闯荡的话 在家里那不就 变成年软枪了吗 难道你希望 我天天在你面前 是这个样子吗 不行 气死我了 你呀听娘话 乖乖在家休息 刚才我让淼蓝 煎了几副药 你要乖乖喝了 不是娘 我怎么发现您这些事 光麻烦我嫂子 家里那么多下人 您不用 其他人我不放心啊 那你就打算让我嫂子 在咱们家待一辈子啊 要不然还能怎样 难不成我送她回娘家 既然人家进了咱们家了 咱们也算是一家人了 那您最起码 得对人家态度好一点吧 都说起娘的不好了 我对她不薄的 只是有的时候我见到她 我就想起你二哥 不开心吗 是 但是娘您看啊 我嫂子从小就嫁到咱们家了 一进门我二哥就走了 这么多年 人家在您身边 像个亲女儿一样地陪着您 尽心尽力地照顾您 您是菩萨心肠 不行 您就是让她做个干女儿 把她嫁出去吧 我一跟你啰嗦 你就说这个 好了好了 不说这个了 你呀 平日里你疯得不沾家 难得生病了 也就不能让娘 多唠叨唠叨你呀 好啊 那我以后就天天生病 呸呸呸呸呸呸呸 呸呸呸呸 这又乱讲话 吃药了 这是什么呀 怎么用啊海棠 这个呀 叫做卢蕙 卢蕙 这里面呀 还有皮肤所需的营养 还有善后修复的作用 可以去斑 也可以止痒 另外 它最重要的作用 是可以修复 皮肤损坏的组织 这东西 抹上去凉凉的 还挺舒服的 我呢 先将你的皮肤软化 这样药物吸收起来 可能会快一点 好 转血 点儿 转血 跟车 呀 颜色 疯狂 九 老爷 月轩怎么样 还有点烧 精神已经好多了 你多关心关心她吧 你要出门啊 商会召集开会 讨论花神祭祀的事 花神祭祀 是啊 眼看就是百花生日了 时间过得真快 长眼又是一年 是啊 岁月逼人 往年盛会的主事 都是咱们朗家 今年月轩 恰恰在这个时候病了 我也觉得有些力不从心 你觉得累了 你就放手吧 偏偏师家这时候跳出来 想争这届的主事 看来放不放手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 随她吧 今日的忧虑 今日单就够了 我们是人不是佛 无法预知未来 尽力就好 尽力就好 我走了 我转发 我走 咱们 快进去 我看你 你走 我走 所以你 不过这儿 决定 把你放进去 事关重大 因此 本商会决定 以评选投票的方式 产生本届 祭祀主事 那么现在 投票结果 即将揭晓 我宣布 今年的花神祭祀 主事商家 施杭路 好 好 好 恭喜施老板 恭喜 施老板 恭喜啊 谢谢 谢谢啊 谢谢各位 施某感谢各位同仁 承让与谈 施某得此机会 这是十分庆幸 我也必将竭尽所能地 办好这件花神圣会 可笑 不过 我还得特别要感谢 朗老板 愿意大仁大义地 把这个机会让给了小弟 不过朗老板您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在座的各位 对我失望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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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劳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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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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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听说你生病了 就想来看看你 我都急得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了 你不用在这儿跟我多说山坎的 我就是发个烧 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说明 说明我的免疫系统运转正常 什么系统 别问了 说了你也不知道 我说不懂你们那什么洋人的鬼玩意儿 不过啊 我有我的办法 我招我爹请了全城最好的郎中 给你开了最好的中药 帮你药道病除 快拿回去 小心 我已经吃了很多的药了 不想再吃了 谢谢啊 你看 月轩 怎么了 妙兰姐姐 嫂子 你带着梦花小姐去你那儿坐会儿吧 我那个 有点头疼 月轩啊 龙小姐 月轩她需要休息 我送您出去吧 可 可是我这药 龙小姐 现时不需要休息 我想觉得 好 怎么了 祝福 祝福 你